大家好,我是天宇 豪爵的USR-125当年上市的时候叫未来战车 但是这款未来战车以现在的配置来看实在是有点low 所以说新款的豪爵USR-125呼之欲出 既然同时期的济南陵墓UY-125都要升级了 那么豪爵USR-125会进行哪些升级呢 从以这的信息来看 LED的大灯肯定会升级 远近分体的LED大灯 远光亮的同时近光还能够亮 这样在铺路的效果上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咱们从图片上看到了一个AISS 这个标识就是自动启停系统 简单说吧就是怠速时候自动熄火 也有人管它叫三秒启停 这个配置在本田的车系里 亚马哈的车系里 包括豪爵的UHR-150都有配备 不过在豪爵的125级别里是首次搭配 挺实用的一个功能多少也能省点油 但是从图片看上去其他的功能并没有最终敲定 比如外置的储物盒 比如CBS的联动刹车 其实相对这些我并不是特别关心 我最担心的一点就是豪爵USR-125的驻车制动功能 千万不要取消 这是在上坡的时候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 可惜在豪爵的UCR-125和AFR-125上都已经减配了 总之USR-125如果进行一定的升级 竞争力还是非常强的 它的车身的整体质感以及驾驶的体验 其实是要比AFR-125和UCR-125要强的 毕竟大家想一下 USR-125只有110公斤 而AFR-UCR都已经变成了119公斤 在这个追求轻量化和操控体验的时代 如果能再给你省点油何乐而不为呢 大家伙觉着豪爵的USR-125该升级哪些地方呢 视频下面留言咱们共同讨论一下